米檀木是台東小吃當中的特產 也是吸引許多遊客 前往台東一定要吃的小吃之一 不過近年養生風潮盛行 有業者就把米檀木裡頭 加了一些紅麴 或者是南瓜、紅蘿蔔等材料 讓這個麵條看起來漂亮又養生 在製作過程裡面 我們有加了一些養生的食材 那現在的人都比較注重養生 所以我們的養生米檀木賣的也不錯 因為有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說 米檀木是裡面有什麼成分 而且我們米檀木在台東 就是在全省裡面 台東的米檀木算是有名的 那我們今天就讓小朋友體驗一下 製作米檀木的過程 這一次馬蘭國小小朋友 跟到了製麵工廠裡頭 體驗一下怎麼樣製作好吃的米檀木 首先要先將再來粉跟地瓜粉攪拌 混在一起做成米漿 另外再將這些米漿與南瓜 或者是芝麻等攪拌 就變成了各種口味的米檀木 進到機器裡頭擠壓變成米檀木的形狀 過三次水冷熱水攪拌用冷水清洗就可以成為好吃的米檀木了 這個是你自己用出來的米檀木嗎 對啊 你現在用起來好吃嗎 很好吃啊 這個是你第一次煮米檀木嗎 對 自己煮起來感覺吃起來好不好吃 好吃 因為這個有人在推廣這個養生的米檀木 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們在外面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只有白色原味的而已 它這邊的口味非常的多 有紅麴 蘭瓜 芝麻 這個口味很多種 現在都要推廣養生的東西 所以覺得很好 所以就帶他來參加 小朋友對於這次製作感到新鮮有趣 陪同的父母也很開心 讓小朋友自己動手做 就可以更了解 致面的辛苦以及養生觀念 是一個相當棒的課程 東南新聞部張文華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 我做的米檀木最好吃 Yeah Yeah